欢迎回来即场教脑资有问必答的环节 再提多一次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打电话来204-6566 坐在我身边的仍然是要财政券 小务总监郭尔郭诗志 郭尔早晨 早晨 郭尔暂时看看农行的表现 H股方面农行在4.01元 下跌了超过1% 今天农行A股解禁 有大部分股份在A股流通 但见到A股方面不跌反升 但跟H股背道而迟 为何会有这样的情况 第一 A股一直都是稍微偏弱 记得H股在3个2人钱升到4个2人钱当中 A股的股价仍然仍然站在2.6、2.7 即是股价一直都没有表现 当然很多股份解禁 市场解读会觉得 股票一扔出来就糟了 走势更弱 但我看法刚刚相反 第一 股价未升 这些解禁的股份 未必急于立即要沽 很可能 由于H股已经升到4元 A股仍然仍然在2.7、2.8 股份 或者会作一个比较中线的持有 也不抵抗 第二 其实有些股份解禁 大家要解读 看基本因素 如果股份是基本因素真的不好 是完全不行的 无论你有没有升过 或者没有升过也好 股价 都是收额的 或者股份到手的时候 即使是输钱 我输少就当赢 不对板我也是走的 宁愿把资金 换板块 投资在其他股份身上 这是我们见得多了 有些真是基本因素不好的股份 其实 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潜水 而且 是潜得很深 是有的 我不点名 换句话来说 最重要是看基本因素 农行招股的时间 市涨率是1.7倍 市盈率是11倍 其实不差 我不觉得 解禁股份 会对A股构成太大压力 相反来说 真的要看大市 中资银行股最终来说 都要看自己的基本因素 这一刻我仍然还是看好的 好 谢谢郭sir 我们先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你好 郭sir 是 我想问你 新股IPO 460抽不能抽 是 那是四环药业的 OK 这些股份 这些股份 有些资料 我看过的 我觉得是可以抽得过的 为什么呢 因为 有些是 做心脏的 心脏和脑血管那些药 其实来说 市场的需求是很大的 据我记得 有五种药当中 有三种是可以做的 而且市场占有率是相当高的 13亿人口 医疗 药用的需求是大得很紧要很紧要 我就觉得 是可以抽的 当然 如果有留意到新闻 有些比较敏感的人士 很可能就是 联交数那边就不批准 因为你 入股一间公司 你是 未在IPO之前 半年入股 就肯定是没问题 但你第一方你再入股份 就好像 对一些 申请的小股东 就不太公平了 所以暂时来说 我觉得 这个消息 或者这些事件 就有少少那么多 是不能够令到的场面更加热 但是 基本上 亦都不会造成一个 离淡因素 基本因素好的 可以申请 没问题 郭sir 你觉得 少住移情好 还是 其实资金都放多些 去抽好 如果他 在现在这一分钟的市 23000多 咬住高台 不放的话 当然是可以用少少 不过 到IPO 到挂牌的时间 市可能刚刚升完 有少少技术上的调整 这点就是有少少不明朗的风险 因为 到时市 是不是处于一个 升后的调整之中 我不知道 如果真的这样 无论基本因素 多好 那一刻你都会受到市场 所影响 稍为会反复 甚至会软一软跌一跌 都不出奇 最简单来说 就是你上市那里由于市场起分不好 你的手日挂牌的表现 就会顺于预期 但是 既然基本因素是好的话 亦都不需要介意去 短期手日挂牌的表现到底是怎样 但是如果你说 我纯粹是短线的 我纯粹是短炒的 升我又走 跌我又走的话 在这样的 角度来说 我就觉得 不要太大手申请 因为现在市正处于一个高位 而且已经是升了那么多 一旦你去到最尾的时间 股份到手的时间 很可能的指数已经在高台出现正常的整合 消化甚至调整 出世的时间 好像不是那么好的时间 这点就不明朗 我不敢肯定是否会这样 但最低限度 是有机会这样 跟早前不同 早前是由21,000一路走上来的时间 一路向上推 预期市仍有一个阶段上升 我肯定是吃着浪 当然不怕 但现在 是一个高台 所以 你说 可不可以申请 是可以申请 但是要看自己的心态 如果是中线的 没问题 如果我纯粹是短炒的话 最好就不要太用了 蔡先生还有没有问题 好多谢你的电话 郭Sir 我们看看另外一只内地的股份 就是逼新元926的编号 今天看到股价下跌 接近3% 去到3.53 其实早前 内地传媒 今天报道了 见到他的广告涉嫌违规 令股价有下调的压力 其实逼新元这只股份 类似这些 卖减肥茶 健康产品 你觉得他的潜力是怎样 我首先要讲清楚 我自己天天都做运动 一个人的身体要减肥 就不是喝减肥茶 可以 达到的效果 所谓减肥茶应该有少少少轻舌的作用 是可以帮你排便 排毒 觉得一磅下去 比较轻 因为人的身体脂肪的分布 大家要很清楚 最面那层 是皮肤 下面是肌肉 下面是脂肪 最深层的脂肪 脂肪不是在肠里面 所以就算你喝10杯喝20杯 你都排不到肠以外的脂肪 所以 减肥 我觉得 是很质疑他的效力 因为我最清楚这件事 我做运动做了几十年 你问我就可以了 我很清楚 但是 没办法 市场因为 是讲包装的 包装得好 自必有人相信 令到这个 成为商机 但是 因为喝这个茶 可以减肥 或者因为这个茶 不可以减肥 这个就有一些 字眼上的 法律上 可以说到法律上那边 是有点字眼上的敏感 如果你效用真的不到的话 不排除真的被人 字字点点 甚至乎 你有一个五度成份 既然一个产品单一 是一个 吃到身体 当然是无害 但是问题 不能够去到一个预期的效应 多多少少会影响到销情 这个影响到销情的时间 一间公司 你单一产品 你的现金流 你消货 就会成问题 况且老实说 对一些 食落肚 或者踩皮肤 或者接触到头发 单一个产品 一间公司 而你这个产品来上市的话 我的戒心特别大 因为 在中国这麽庞大的内销市场 其实有同类型的 产品是很多的 我怎知道有没有敌对的公司 或者 做手脚 或者 恶性攻击 有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 无论怎样 如果有一些恶性的攻击 一出到来的时间 就会令到 相关的产品 在销售方面受影响 如果股值 太高的话 亦都要做一个修订 所以 我觉得 第一 减肥的效应 以我角度来说 是没有的 第二 你过分的圈掩 就牵涉到一些 违规 例如广告那方面 都不知 罚款可以了事 但始终来说 就会影响到 销情 对股价影响 始终还是 还会有缓面的 加上 以现在总市值 接近60亿来说 我就觉得 真的略为偏高的 我不管怎样都好 这只股份 我觉得应该是 比较保守 好一点 如果你真的要 炒败的 不要紧 3.46 挂牌之后 低位 穿3.46 就止时算数了 其实买卖这两个股份 听郭sir刚才说 其实风险都挺高 其实可否套用一下 好像美积眼这些面膜伤 又或者霸王之前 有些致癌物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都类似 都类似的 当然知道 霸王洗头水 我都有一瓶的 其实对头发影响 是不是很大 我不觉得 但无论怎样都好 我用到一半 突然之间会致癌 我立刻就不用 我很简单 因为我还有其他的洗头水 可以用 我为什么要用你的值 这些这样的 影响消费者的信心 是需要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重拾 我觉得 其他的产品一样如是 大家小心点 好 谢谢郭sir 先问郭sir 刚才说的股份有没有自由持有 没有 好 我们再看一次恒生指数最新的表现 现在在23752点跌了99点 即月期只在23755点 跌了119点 高水2点 稍后回来会有 半日总结的时间 稍后回来见